说1999年的一天 说这一天 杜城啊 你这么说 在北京待得挺顺奖 因为啥 因为第一 有这个窝里红的小娘们陪着的 挺得劲 那边的白雪 给上海也没闲着 杜城这个买卖啊 做的可以说也算是非常崔起 虽然不是他做的吧 都是电话遥控 但是呢 由于普正改幕后操作 这个大盘啊 就像球盘这里 这么说吧 99年我告诉你嘛 杜城一年都能挣多少钱 杜城一年都能挣个 就分猴都能分个三两个亿 就是那时候普正的这些 上海港跟天津港 那你说普正的挣多些 他也就是普正的10%的股份呢 估计都不错了 可能给他5% 所以说有人说 那普正挣那些钱干啥呀 那我就不知道了 打造一个帝国呗 其实了解人都知道 普正也好 你包括李小龙也罢 就他们这些人啊 只要抓钱的 他们都富可帝国了 一些小国家的经济实力 都不一定要他挣得多 你信不信老天 这是实话 说大伙都知道 杜城身边啊 有谁呀 有金利大老黑 有元南 有唐立强 有这帮兄弟 二代不说 二代跟他玩 那也就是互相取长不短 志哥呢 身边有一个兄弟 大伙还记得吧 王龙江大哥 龙江大哥 那个王志哥神人一呼 讲话了 关键是跟他保命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你包括小城身边 还有什么张篮啊 等等啊 这些人啊 其实都是靠着这个 他们的这个名望 跟资源去挣钱 也都正常 事实上还有一个大哥 咱们好久没讲 还记不记得杜城身边 有一个大哥 哎 叫江丽星呢 杜城那时候的买卖 就除了普正 跟他华韵 他们合伙的 杜城不也有点买卖吗 什么赌场呢 饭店呢 啊 这些买卖 系统有一个叫紫禁院的 还记得吧 哎 就因为一个碎碗那一集 咱们也讲过紫禁院专辑啊 说这个江丽星啊 靠着杜城 在北京就在一个紫禁院 一年都挣老钱了 哎 因为 因为杜城这个 罩子之后 本身应该是大致的股份 是吧 大致当时 装逼没要 哎 杜城给要下来 这个紫禁院这么说吧 难来的北网的加姆斯克港的 只要是来到北京 有头有脸的 哎 一打听说 想吃点弯门鞋道的东西 那紫禁院 专门卖这个东西 啊 有人说说卖啥呀 比方说 违禁品啊 小熊熊啊 小手啊 啊 什么大仙领的 这个 哎 那个什么 那个小小小边边呢 就等等吧 就是那些 要你吃不了的东西 你想花钱吃 你吃不着 你这个东西就这个 你中国会也没有这玩意 哎 所以说 当时中国会挺牛逼的吧 中国会可以说 他的厨师一年的年薪 可能都得达到 啊 几百万 就越越薪都达到几十万 那中国会 但他做不来这些东西 哎 人家江丽星的加油 哎 这江丽星也是谁呢 也是这个王龙江的一个 就算是发脚呗 给黑龙江认识的啊 原来就认识一个厂了 说江丽星啊 这不挣着钱了吗 江丽星就合起来 说这个 你看人家这个 张老二也好 谁也罢 人家这帮人围绕这杜城啊 人家挣大钱 人吧 都想往这个高发展 江丽星就合起来 说这杜城啊 我得维护住 说维护 你靠啥维护啊 那有人说靠啥 靠天天请杜城吃点饭啊 自己家天天吃 那妈你也吃够了 所以说 这个江丽星就 生一人吧 他脑瓜好使啊 他不像远南他们 一天天除了吃喝 就是醉就是玩 所以说江丽星啊 就上心 杜城啥爱好老铁们 你们知道吧 杜城第一大爱好 你像王老江第一爱好是赌 然后是催牛逼 然后是女人 那杜城呢 这个 很多人瞧不起这些领导的司机 或者说这些秘书 但江丽星可不这么看 江丽星啊 把他当时杜城身边的这个叫陶强的 可整得明白白白 都知道陶强是这个江丽星的 都知道陶强是这个小诚哥的这个警卫员啊 兼私人保镖 还兼私机 还有一个叫这个江兴跟那个江丽星挺像 插个字 江兴是陶强的这个战友 后来来的 也帮杜城低了包 这他俩吧 这可以这么说 陶强出生对象之后 经济明显就拮据了 但是有时候 你说陶强是不是也年轻人 也得耗面子 那你说出门 你说穿多打扮的 杜城不能天天想着给司机买吃的 买穿的啊 买衣服啊 所以说这些事都让江丽星给完成 哎 他俩处得老好了啊 那人都这样 你伸手不打笑脸是吗 说白了 就是 人家这边 人江丽星买西装买两套 直接给这个陶强带一套 哎 三万五万的那西装 那陶强一穿 那老铁 杜城都问 那你这西装 该打买的 陶强讲话没几个钱 一万块钱打的折 我买的 这一天吧 杜城跟大志他们 正在志哥家打麻将 还有宝哥他们啊 谁呢 陶强的电话就响了 谁打的 江丽星 啊 就这个紫禁院的老板 这陶强一瞅 喂 哎 哎 谁 那个陶强啊 哎 我是那个 你江哥 啊 你跟诚哥在一起 在一起呢 你这么的 你说话方便吗 你找个方便点地方说话 啊 行行行 哎 陶强就像没事人似的啊 上外面 哎 哎 江哥 我出来了 啊 陈哥志哥他打麻将 咋子有事啊 哎 我问你 这个小陈哥这两天帮啥呢 这都一个礼拜没上人家吃饭 哎呀 陈哥这两天 啊 没咋上这 是总 总往那个锅里红 红剑那边跑 啊 咋的呢 星哥 没事 这总往红剑那跑 那体不得虚啊 那个 你那么点 我呀 在这个大星岸岭那边 蒸点野味啊 就是 特别捕的那个老虎身身的瓦影啊 你看看 你跟陈哥说一声 定一下子 看看啊 你劝劝陈哥 让他来啊 吃点饭 啊 我有事 陶强 这陶强一听 懂了 明白啊 我进屋 我问问 我问问陈哥有没有意思 去这两天啊 你跟他说吧 这东西老好了 很多人想吃都吃不着 这晚上吃完老补了啊 吃完的都敲鼓 行啊 蒸哥 那我知道了 电话发灯一溜 啊 陶强进屋 啊 我说那东西大伙都懂吧 老虎身上的啊 特别不得 这陶强就进入屋了 啊 杜城瞅瞅陶强 回来电话 那谁 那个江哥 江丽星 啊 江丽星 咋在啥事啊 那个城市 那个江哥吧 在这个大星岸岭 啊 整了一个那个 啊 老虎 那个哦 那个那个小边边 哎 说说那晚老补了 说问你看看你啥时候想去啊 是是这两天有时间趁着新鲜 他给你好好给你做一做 是是红烧 我是咋的啊 是人家江哥人挺好 就怕你这个虚给你补一补 杜城一听 哎 那晚别说我还没吃过呢 那晚补啊 啊 大致讲话 哎呀 别说你了 我他妈活到五十来岁 我都没吃过那玩意 啊 这我怎么接杜城光呢 明天我也去吧 啊 宝哥讲话呢 你别说 那玩意我也没吃过啊 那咱尝尝呗 啊 陶强啊 你跟他说 明天晚上去 哎 行 那城哥 那定准的明天晚上几点 明天晚上五点吧 哎 城哥那我知道了 陶强这不就把事给解决了 你看 这是这样的 你找杜城 可能一杜城忙 未必能去 你跟着司机 小秘书一说完 这我跟你说 这帮人啊 坐堂不穿 坐出酸的 这帮人厉害 这不逃强出门 毁电话去的 喂 哎 星哥啊 那个 我跟城哥说完了 城哥答应了 说明天明天晚上 那个啊 明天晚上 那个五点东过去 你好好整一整 我好不容易把城哥给你整起来 你可别掉链了 啊 你放心吧 哎 那个谁 智哥 智哥宝哥 让他们都去 你照样做准备吧 啊 那晚上那么长老编 你巴巴巴切成段 做红烧 做啥也好 你让我们都尝尝啊 江哥 我我我 你别看我 这个身体素质不错 那有这个机会 我也尝尝 行 套牙啊 你放心吧 肯定够用 那晚上什么 一米多长呢 嘿嘿嘿 啊 切成段也能切成几十份 你放心吧 肯定够用 就说这个意思啊 他那晚上有没有多长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见过呀 但我估计连肚子里面那边连着 半米子有吧 那玩意儿啊 哎 讲话呢 那晚上切成小段一段的 红烧 被隔小碗 像整烟窝似的 哎 这包银江丽星啊 把电话一撂 桃墙那边也告读成 说定完了 这边的江丽星 我跟你说啊 第二天的上午啊 早早的来到饭店就告读成 说你们把这个老虎身那玩意儿啊 那个整名班的 知道吧 啊 照个二十多份整 因为大概就有十八九个人 你别到处就捞不着的啊 到处你可不来意啊 一定给我整干净的啊 别整出什么新的好的味儿 厨师讲话说 你放心吧 老板 这玩意儿不是第一次做 行了 下去吧 再整点别的啊 野味啥的 废话不多说 做完这一切事 江丽星啊 往这一坐 江丽星瞅瞅对面这个美女 对面有一个美女 可以说算是碧月修华 柳叶万眉迎头口 啊 接村门口的这个 啊 讲话呢 那个啊 这个半顺不随的二哥 看见都愿瞅一瞅 那种啊 就是个形容词 长得非常非常漂亮 一个小女孩 二十多岁 啊 身材 最主要是身材 啊 一般亚洲人都只做瘦的话 人一般就是没那么大 但是他 啊 该说不说 绝对是身材 比较火爆性 而且啊 气质特别强 天生还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不多说了 这个 没话什么东西 江丽星瞅瞅 说 唐斯啊 这个 晚上一会儿 我说的这个人物 贵客可能就到了 啊 他在赌城 之前我也跟你讲了 他的这个身份 啊 他爸是贼贼贼 我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 你可别等着杀岔头了呀 哥 我能等着杀岔头 对 就这么叫 啊 我就是你哥 记住了啊 你母亲是我姑姑 咋俩不是一个姓 哎 你母亲就 就姓江 我记住了 对了 哎 你现在是不是还敢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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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影上学啊 啊 对呀 我这我这不还在北影还没毕业呢 行 啊 就这样 啊 我告诉你啊 唐斯 他叫唐斯啊 咱们管叫唐斯 得劲点 他是那个 呃 那个斯斯文文 那个斯 咱们管的叫 诗歌那个诗好听点 说唐斯啊 啊 可别整出杀岔头了 再一个啊 一会儿五点钟来 你那就别走了 出去一会儿 时候时候再整整头 我整整啥的啊 然后你稍微修饰修饰 也别一点装薄话 啊 你放心吧 哥 对了 这个机会可给你了 你有一天 你飞上枝头啊 你可别忘了 啊 你姜哥我呀 放心吧姜哥 啊 我知道 好了 废话不多说啊 咱说了 这不吗 时间就来到当天的下午四点多钟 这杜城啊 都忘了这事 听他咋麻将吗 哎 陶强 这边就接电话了 陶强啊 诚哥几点来呀 啊 早点来呀 这东西是不等人的出锅 啊 我知道我知道 马上马上 诚哥 那个姜哥那边那个 红烧那个 啊 大虫那啥的都整完了 啊 咱 咱 咱里去了 不答应上来睡吃饭去吗 都上手啊 我都忘了 哎 志哥 宝哥 走吧 咱们啊 心啥呢 那个那边那个 做完了 紫心院 大伙一说哎呀嘛 可不是老的 这不嘛 唐立强 金金金金的大老黑的 就所有人吧 原南他们全去了 这一帮哥们啊 那二代里面就有这个志哥 还有这个宝哥啊 再加上谁啊 再加上小车 临出门的时候 志哥醒醒 呃 我还有点事 我呀 我晚一会去 你们先去啊 十分八分我就到 所以说志哥呢 哎 也不知道有点啥事 可能是打个电话 或者干啥 耽误一会儿 说你们先去吧 志哥就后去 那这门人这不就先去了呢 等这门人都去了 到那个啊几点呢 还不到几百五点呢 四点四十左右 哎 诚哥他们就到了 江绿星早早的就赶楼下 就等着了啊 一吵 诚哥诚哥 哎呀哎呀宝哥 志哥呢 啊 杜长瞅瞅啊 志哥有点事 晚来一会儿 十分二分的啊 上楼吧 这不嘛 陶强瞅眼那意思啊 哎 这江绿星领的这碗人 就上楼了 由于这个定的是五点 他们来早了 天前二十分钟 菜还没出锅呢 早去先上我办公室 溜达溜达啊 这不嘛 陶强啊 领着当时这些人 就往这个谁呀 就往江绿星的办公室来 哎 江绿星的办公室啊 就在这个他的饭店三楼 来到三楼网屋里 这么一进 啊 这江绿星往这一坐 讲话说 诚哥你坐老板椅啊 我坐沙发就行 哎 这杜长巴 就坐这个江绿星 那个老板椅上啊 嗯 讲话呢 去整个啥嘴啥的 哎 不大一会儿 手下人就给推进了 哎 小车拿点什么茶嘴啊 水果瓜子啥的啊 就餐前的甜点吧 哎 就听着有人敲门 啊 大老黑给挨了门嘛 靠着都没坐的啊 老黑就这笔 出一手敲门 谁呀 门打开了 老黑一瞅 雅妮有点直了 为啥呀 妈的进来个女的 长得挺带劲 而且这个女的 我说身材好不说 她有点西域风格 这个女的 就这女的这雅妮嘛 有点像啥 有点像西娘人 还有点像那个波斯人 就那个人种啊 哎 一进来 就这个叫唐十里 去进来 众人当时老黑雅妮一直 啊 说你是 哎 大伙也都是 哎呀 哎呀 唐立强 这 啊 袁南 你包括这个 宝哥都会头都丑 这 成哥也丑 这 这女的挺耐心的啊 谁呀这是啊 啊 丑这样穿着打卖 不是服务员呢 啊 这一公斤 啊 这是宝哥 当时讲话 谁呀这妹子啊 这谁呀这是啊 哼 哎 江丽兴 瞅瞅 哎呀 唐十啊 你怎么来了呢 啊 成哥 报告 我妹妹 我妹妹啊 啊 唐十讲话 哥 那个 我下学期 啊 还有点这个事 我行 我跟你说一声 然后明天我要住校了 啊 啊 都城讲话 谁呀 啊 不是 哎 星哥 这你妹妹啊 都城当时呀 就是直了啊 我跟你说 江丽兴 给他旁边看 那个表情就盯着杜成 杜成就瞅着 就相动了 那能看出来 哎 有人说杜成 那个眼光一般的 不是 那他 他是精挑细选 明白没 他挑着这个人 你就谁去 你就你就队长 我去 我也得相动 就就这么个眼神啊 你就可以去想象 啊 这杜成就是 你妹妹啊 江丽兴讲 对 我妹妹 宝哥 眼光那不像啊 他二十来岁 你都四十多了 那这哪个妹妹啊 这是啊 啊 大伙讲话可不是啥的 那这这这 宝哥讲话 他他刚二十来岁 你四十多岁 他你妹妹 你妈多大岁 不是 不是我亲妹妹啊 是我姑家的 他母亲是我姑 我小姑 宝哥讲话 他妈的太不像了 就你姑也好 啥也罢 郭丽红能比了吗 郭丽红都三十七八了 人家这女的二十出头 而且人家 我跟你说 一会再跟你介绍 那二十多岁 跟四十三 三十七八能比了吗 那三十七八的 眼睛这个形体啊 各方面气质啊 啊 抑郁风情的感觉呀 不一样 两种风格 这当时人说的 这过去要因为 这帮娘们 这个母人打仗 都容易 他们攻打一个城池 我跟你说 这小城吧 当时一瞅 啊 这宝哥讲话 说他妈 你长得这么磕 江丽星长得挺逮 啊 说江丽星的意思 你讲这么磕 你妹妹长这么好看 不太像啊 能看出面 一瞅 是不是你家族的人 多多少少吧 能看出点 宝哥讲话 这不太像啊 江丽星讲话 我姑父长得漂亮 我随我妈那面的 不像啊 我姑父长得也帅 哈 那个城哥 这啥 哎 那个差不多到点了 咱吃饭去吧 啊 杜城讲话 因为毕竟 毕竟是因江丽星 一说是他表妹呢 那你说杜城 还有宝哥 谁能上去主动聊谁 也不太好啊 对不对 都得文童走的 其实内心都挺波动 宝哥都想懂了 这娘们碎一宿行 啊 折我杨寿三天 我都干 哎 这不大伙 这不就啊 这讲话 就说走吧 上席吧 上席 哎 往那屋吃吃 上那屋吃饭去 大伙起身都往那屋 这不就来到这个 隔壁这个大宝了吗 哎 一个贵宾吧 这姑娘啊 来到贵宾 大伙往那巴巴一坐 啊 这杜城宝哥都坐这边了 那个兄弟 那大老黑金利的 袁南他就坐那边了啊 这帮大哥级的 往这边一坐 哎 人家这个江丽星 也坐这边了 这时候吧 这个 杜城瞅瞅 啊 说那谁 那个 你表妹 这个 不也没吃吗 一起吃呗 江丽星啊 欲群故动的 哎呀 诚哥 咱们吃饭 那个女人 这个 宝哥也好没事 宝哥看明白了 杜城小农了 啊 宝哥这点还行啊 不跟杜城整 整来吧 整过来一起吃点 啊 江丽星讲话 那 那 那我就叫过来 你去叫过来 叫过来杜城讲话 叫过来 这不吗 江丽星一出 就不大一会儿 嘱咐几句到门口 爬一推门 这个 我表妹啊 这不也没啥事 该北北养上学 这个有啥事 就上我这来啊 缺衣少凉的 有时候交点学费的 有时候这个 办点事的 这不来了吗啊 那个 那真的 坐哪桌啊 啊 这 这大伙瞅瞅啊 也还是个大学生 啊 二十三四岁啊 杜城没等这声呢 金丽一看 这都他妈的是 他妈的广州 那个贼啊 黄树强玩过的东西 还记得咱们以前讲过吧 黄树强把自己的一个表妹 给杜城借出来 还记得不老铁 杜城给玩了都 说白了 那金丽 那一做金丽是个生意人 他看明白的 这他妈哪是他妹妹啊 这眼瞅就给哪个抓了一个 啊 什么艺术学院 什么这个那个的 哎 整个娘们 等他们回去 回去我也再整一个 给他们成哥整一个 让成哥高兴高兴 哎 但是 外人瞅明门的啊 这些这 别人讲话说 坐哪儿呀 宝哥讲话 你就坐这个 坐你成哥方面 啊 那个妹子 坐那坐那 这 这唐石一瞅 脸脸还有点 泛红韵的 不好意思啊 江丽星讲话的 哎呀 那不是主啊吗 说那个志哥一会儿来 哎呀 志哥来得往下窜呗 这些不是坐不下 啊 你 你要做 坐渡厂方面吧 坐成哥方面吧 哎 这江丽星一瞅 渡厂讲话 那去坐我这吧 坐我这吧 这不就是 唐石过来了吗 唐石过来 就坐这个 渡厂旁边的啊 往那一坐 哎 这个 绝对就是 他没经过 社会洗礼的人 老铁 跟那个 就是 跟社会上 晃了多少年 那个女人 他不一样 就像 就像那个 咱们讲的 郭力宏 郭力宏 那是 那是胭脂气多重啊 他感社会晃了多少年了 三十七八了 这女的是学校校园里的 所以说 她的气质 她是不一样的啊 这当时来说 唐石往这一坐吧 还有点拘谨 啊 然后这不就大伙 说吃饭吧 这不就开始吃 这吃那的嘛 啊 渡厂讲话了 小生就问他 说 小妹你多大了 有意无意的啊 唐石一瞅 你好哥 我我二十四 啊 二十四 真好 那个 渡厂讲话了 吃吃饭也没吃好 我都说点话 那 哎 妹妹 那个 你刚才说说 咋的 你上大学呢 啊 那个哥 我在北影上学呢 啊 在北影 还没毕业 上大级的 哥我上 上大四了 啊 上大四了 真好 嗯 哎 这不大伙 哎 来喝酒了 诚哥 哎 不大一会 智哥来了 啊 智哥一推门 啊 什么情况 这咋的 没等我就开席了 江丽星说 哎呀 智哥 诚哥说开席了 但你那份给你留着 你啊 这这这这美女是 啊 智哥一瞅 这女的长得挺带劲的 啊 那确实 智哥就是 顺着独相动 是 这这这美女 这这 江丽星一瞅啊 智哥 啊 我妹妹 啊 那个我孤家的 我妹妹 哎呀 你孤家的 你妹妹 智哥 爸做的 啊 智哥 讲话 哎呀 你孤家 你妹妹 那智哥 那是多大岁数 那老狐狸看不明白 这事吗 爱了杜城 一做一丑 说你孤家 几个妹妹啊 啊 还有没有啊 再有的话 再整几个呀 啊 你这也不够用啊 一个妹妹啊 啊 你孤家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啊 江丽星干脸痛红 江丽星 宝哥 对啊 你这这下回你多整几个 你你孤家的妹妹 啥的 一家的啥 你这这这一个 你这这 智哥跟我这 江丽星 讲话 开玩笑 来智哥 来来来 喝酒喝酒喝酒 哎 肚生突然又来一句 有没有啊 哎 你叫啥 我叫唐师 唐师真好听 有对象吗 啊 杜成想有 有没有对象呢 有没有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哥 我 我 我还是学上 我现在不考虑这个个人问题 啊 杜成炮牛挺厉害啊 啊 挺好 哎 听说你们北影那块挺乱的 说毕业想拍电影啥 电视的 说导演那帮人 我跟你说都嘎嘎的 就包括你学校都有潜规则吧 啊 想推到那个哪个电影电视剧里面去 啊 想从你们学校在校上网出选银的话 那导演啥的 或者学校老师啥的 啊 有没有潜规则啥的 啊 哎 哎 这个 人唐师脸痛红讲话 说成哥 潜规则也潜不到我 我们学校啊 呃 那那那那 长得漂亮 得有到是 啊 我排不上号 哎 人家就开个玩笑啊 说 说潜规则就即使有的话 也轮不着我 哎 都成俩话好 废话不多说 众人从七点多钟喝酒啊 就一直喝到几点老铁 喝到晚上可能也就是九点多少 那这俩小时差不多了呗 大伙酒过三薰 菜过五杯之后 谁也不知道是谁啊 没注意 老铁 啊 铃铃铃一回头 你包个宝哥一回头 哎呦 咋的呢 啊 就在一顿饭工后两个来小时 老铁啊 成哥也不知道是他俩 谁去把抓的谁手 估计可能是杜诚 杜诚把这个小女孩 这个叫唐师的手就给转着了 俩人该底下手都扯着了 宝哥挨着那女的嘛 杜诚 宝哥那唐师杜诚 然后江江丽星 那那那那那边是志哥嘛 宝哥一手 哎呦 我擦你们下手挺快呀 俩人手底下都 手扣手都扣上了 啊 宝哥大师讲话 说他妈杜诚挺厉害啊 废话不多说 江丽星啊 看在眼里 高兴在心里 心讲话了 一招之底 直接就去相扶了 这时候宝哥讲话说 那啥差不多了 到九点了 找个地方杜诚啊 咱上那个 上郭立红的插会儿哥去 宝哥谁能玩杜诚啊 给他干他 他妈提谁提郭立红 都走啊 咱上那个黄庭那儿 上那个郭立红的插会儿哥 你这他妈杜诚要领这娘们去 那不妥了吗 那郭立红也是出一大发的那种人呢 那能容了这事吗 你别看这个看不着为止 这当事人说的 杜诚讲话滚头子 那个 志哥 志哥也说 对 就上黄庭夜总会儿 今晚上夜总会儿 上黄庭唱歌去 大伙儿蹦会儿地 我这他妈多长时间都没出来了 我也去蹦蹦 热闹热闹 小诚讲话 你们 你认不认 志哥啊 那个 我就不去了 我今天有点难受 我这 有点感冒了 我这回酒店 一会儿我再回去睡一觉 啊 大师讲话呢 不是你这咋的啊 啊 这这这 那句话怎么说 这种色情有啊 这刚教这个妹妹 这咋的就不跟我们出去玩去了 宝哥讲话说也是 你这太快了 你再说我们这 这 小诚讲话说啥呢 我不管了啊 那个宝哥 你愿上哪玩上哪玩上哪玩 你提我 我安排啊 你这个要上那个黄庭呢 就就牵我担 要上别的地方 这个你先垫上 我回头我给 我走 我走了啊 那个啊 那个星哥 那我走了 像这行假话 诚哥那那走吧 那那走 小诚讲话 我先走了 啊 都诚领着这女的 这女的脸头红 哎 就就就把这个唐诗扯手 就从这个众人眼皮底下 就消失了 说妹妹走 你送送我送送我 哎 这不就走了吗 大师讲话 你妈的 这比我差 这小诚的爸挺厉害啊 就隔别人 第一次你未必能拿啥 哎 这是诚话 这大伙讲话 走吧 咱他们也各早各妈 各回各家 各吃各拿嘛 大伙就出去玩去了 当天玩 哎 都走了 江丽星乐国呛 江丽星讲话 好使啊 看见没 小诚啊 哎 废话不多说 这只是讨好小诚的一个手段 那接下来老提啊 杜诚当天晚上 就消失了 第二天大致早上打电话 包括宝贺打电话 怎么打都不通了 对不起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啊 杜诚你知道杜诚这小子 咱们讲过那集叫郭力宏那集 你们还记得不 杜诚消失几天老提 杜诚消失三天 对吧 哎 那老提 这女的啊 这个叫唐诗的 跟杜诚结诚 当天晚上脸上酒店了 一样 杜诚这三天 偶尔开开机 回电话就是 咋呀宝贺 你这些电话 足命连魂扣 不是你干 上哪去的你 你这他妈不要命了你 哎呀 你别管了 我这两天回去 好了 志哥 别打电话了啊 这就行了 哎呀 就是偶尔的打个电话 老提啊 这虎边也挺厉害 没毛病 哎 该说不说 杜诚三天三宿没回家 那这一 这三天老提 有人说干啥的 晚上 那俩人呢 可能都不下楼 点点外卖 给酒店里面吃 然后就在酒店住 啊 然后白天呢 睡到上午自然醒 下午 这杜诚 我这么跟你说 因为这个唐诗啊 嗯 是家境 你经常有人说 说上北影 那家庭条件都不错 但是也有一部分呢 家庭条件不咋题 说白了 也就是和工薪皆成啊 人家父母什么 爷爷奶奶 大伙一帮人工的 唐诗的生活条件 就是家里面啊 不是有钱人啊 北影那一大部分 有的是有钱的 玩艺术的嘛 唐诗没有钱啊 这个经济条件很解决 说实话 但是他认识杜诚呢 那就相当于认识了 移动银行 下午每天杜诚就领唐诗 去干啥 去逛逛街 买买衣服 那你说都 也就陪你 都走到啥了 对不对 唐诗是练舞蹈的 老铁 我就这么跟你说 那大腿一掰到这 前腿一掰到这 说气质还好 然后还会唱歌 还能催拉弹唱呢 这女的挺有才 说弹那个皮吧 还是弹吉他 催拉弹唱 催啥你们都懂了 啥都会催 带眼的就能催响 就是陪他三天 这三天下午 每天出去逛街 买的这些东西啊 衣服啥的 包括这个 这些那啥 大概得花了成只 就成只不有卡吗 那卡 因为母亲 因为国字头开头的企业 因为母亲有钱 就都成就不 不挣钱 他母亲给他钱都够花 利息都够 成只花了大概 就有二三十万 就这三天 就花了二三十万 平均一天十万块钱 那唐诗很快 那不就败倒了吗 那不也 那对小城的服务贴贴 临走那天呢 在渡厂瞅瞅啊 说唐诗啊 那个今天要回学校啊 唐诗那时候还住校吗 说我今天我得回学校了 今天怎么都得回去了 这个正常那个都超天了 我这今天的课都没上 你回去吧 这不俩在酒店要分手了吗 然后唐诗讲话 手机啥都换了 就吸倒啊 说那个你还有钱了吗 没钱给他点钱 唐诗一瞅啊 不用 拿点吧 杜诗有个包 包里面杜诗也揣个三五万块钱 就是陷阱啊 杜诗从这包里面 就拿出了三万块钱 给唐诗新买的包 就装包里了 唐诗讲话 不要不要 装着 装着这不唐诗就会一笑了吗 杜诗俩人都留着电话了 讲话了 说你上学 大礼拜周周周周日 或者那天我想起 咱家家出了呗 以男女朋友的这个仪式啊 就这个形式 说白了搞对象 杜诗走了 把唐诗啊 哎 你自己也会一笑 第三天的几点 第三天这个人是下午三四点之后 杜诗回到大志甲 一进院 这个志哥也好 宝哥也好 呼啦 一样的 包括袁南接力大老黑 全围过来了 志哥讲话了 杜诗啊 眼睛有点发黑呀 印堂也发黑 滚毒的志哥 你不希望我好 宝哥讲话 那老虎那啥 你没白吃 你这一下顶三天的你 哎 志哥 别扯淡啊 我跟你们说啊 这叫唐诗子小孩 啊 我是正经八百动情了 这是我真心喜欢的 你给我滚毒的 郭立宏你也那么说 白雪你也那么说 你天天那么真心喜欢 杜诗讲话 我真真心喜欢 哎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你说我怎么见一个喜欢一个 啊 是不是騷 滚毒啊 哎 咋的这个 他他那点好 哎呀 那白雪跟他比不了 这个 郭立宏也比不了 眼睛是练舞蹈的 所有带弦都能弹响 啊 所有带眼都能吹响 而且大腿一掰到这 哎 我跟你说 这 宝哥讲话 哎呦他 有活 啊 志哥讲话 哎呀 你别讲了 你再讲我这碎 我跟你说 我都说不了了 废话不多说 杜诗讲话 别急不开玩笑了啊 那个 那我对下 杜诗挺邪恨 唐诗那基本的故事呢 就是杜诗跟唐诗之间的事 唐诗回学校啊 回到当时这个北洋 那个自己的许许设 他这一个许设 四个人啊 一个宿舍啊 哎 有学习 有干啥的那种地方 像上面睡觉 下面学习啥的那种学习 都有啊 包括这个屋里面贴的那些海报啊 网屋这么一进 三天没回的许设的 这个唐诗一进屋 啊 这个屋里面可能有什么 小样啊 小雪啊 小月啊 哎 都他同学嘛 啊 上过大学都懂 那不一定是一个班的 有可能是一个系的啊 就读着的一个寝室 学表演的 学唱歌 学舞蹈的不一样 几个一丑 哎呀 哎呀 这诗诗回来了吗 这不 哼 诗诗这两天干啥去了 啊 唐诗一丑啊 回趟老家啊 哎 背往那自己的铺子一坐 把包往那一放 啊 哎呀 眼尖的啊 不登就起来了 哎呀 师姐啊 这咋的了这是啊 啊 这是这是几天不见 这这哎呀 包都换了 哎呀 这包是 这包可不便宜 这包是LV啊 这包啊 啊 旁边是 是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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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也换了啊 手机 哎 新款的 哎 当年可能99年的新款手机啊 比如说一个手机多少钱 唐诗拿了个新手机 那都都成给买的 哎呀 别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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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上还带个钻戒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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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身衣服 哎呀 这裤子 这不是小裤子的吗 哎 这小鞋也换了 哎呀 大伙就给人家围着 就丑 三个人 啊 这当时给唐诗看的挺不自在 但唐诗啊 在女人面前嘛 就这样啊 这个人呢 女人都有虚忧心 你懂不懂 因为唐诗以前在屋里面 说白了 人家谁都比他有钱 比他穿的好 哎 比他吃的好 哎 多多少少就点自卑 要不怎么那个江的行程找到他 啊 但是 这有点唐诗啊 拿个这个 电话摆了摆了的啊 哎 照着脸 没有 啥子都假的 哎呀 妈呀 你可别说啊 哎唐诗啊 你说你上老家了 你这是哪上老家 你这 你这干啥去了 这三天呢 哎 其实明眼人都看明明了 这他妈不就是跟大哥了吗 帮大管了吗 但是这三个同学 谁也没说破 啊 说唐诗啊 你这是上哪去了 这几天呢 唐诗瞅瞅 没有 就回趟老家 哎 扒一多包 把这个化妆镜拿出来 啪 在上户有一个女的 叫小雪的啊 姓李叫李雪 这李雪 就看着底下 唐诗那个包里面 一打子 那三四万块钱 那个年代呢 就他们对于他们学生来说 都是个大钱 因为就是生活费 都是家里面都按约给 可能给个一千两千的 那个年代啊 99年 哎呦妈 真有钱啊 哎 这不就四点多钟了吗 这公司下午四点多 他们当天没课 哎 这个李雪从床上就蹦下来了 哎 他师姐啊 他是他下一期的啊 说师姐啊 那个 这心情挺好啊 啊 唐诗讲话 那个 跟你们住在一起挺开心的 我这两天啊 准备要租房子了啊 我估计我下礼拜啊 可能给外面就 就不回这个启示住了 眼睛就要租房子了 唐诗讲话了 那别跟杜诚 杜诚可能说 说不行 租来租来吧 唐诗讲话过两天的吧 这李雪一听啊 这么快 要租房子去了 北京那个房子挺贵 老提啊 就99年也好 现在租房也贵 说租房子去 那个 哎 那个 师姐啊 那啥 那个 哎 你吃饭呗 陪我吃点饭去呗 唐诗一瞅 我回来的时候吃过了 不饿 那个 你陪我吃 啊 北洋外面有一个小吃鸡 就在他后门啊 说你陪我吃啊 那个陪我吃点 我饿了啊 唐诗和气和气 跟李雪平常出的也不错 那走吧 那我陪你去吧 就这么呢 李雪跟这个唐诗脸 老提啊 就奔了当时 学校外面的一个小吃摊 啊 就是从后面走 就路过可能小树林 路过小啥啥啥啥 咱也没去过北影啊 就可以想象一下了吧 他在北门就有一个小吃 小吃一条街 这 讲话俩有说有笑 来到小吃鸡 这李雪讲话呢 说那个 他是啊 师姐 你想吃啥 我请客 我不吃 我看着你吃就行 我不饿啊 我喝杯茶吧 喝杯奶茶吧 这李雪 给那边买东西的过程中 李雪就把这电话 拨出去 那边啊 有一个大哥就接电话 喂 啊 谁啊 伟哥 是伟哥不 啊 我是孙伟啊 谁啊 我 李雪 北影的李雪 啊 小雪啊 咋的啦 小雪啊 想哥了 哥 那啥那个 我那个寝室有个叫唐师的 你记得不 咱们还见过面呢 啊 有一次我过生啊 我那几个小寝室的都去了 啊 你还请唱的歌 唐师 啊 有点印象 见过 咋的啦 我跟你说 哥啊 这个唐师啊 出去消失了三天 今天回来了 啊 你猜咋的 消失三天 咋的 回来了 鸟枪换炮了 穿的老好了 而且啊 浑上下 助光保系不说 手机也换了 包也换了 啊 而且还有钱 啊 我跟你说 那包里不少钱 是吗 啊 你的意思 哥 我跟那个李雪啊 我跟这个唐师 我俩现在就在北面这个小吃鞋呢 啊 我在这吃炸豆串 啊 你来啊 这当时咱说的 这姓张 这个叫张伟的一听啊 行了 我知道了 我十五分钟就到 我这波该附近 啊 那行 哥 那我料了啊 电话一料 听明白没 这个人都有嫉妒心 啊 这电话一打出来之后 这个叫伟哥的 很快 啊 领着一帮小混混 就来了 这不他给他 他俩正给他喝这个 就给他喝奶茶 吃东西的吗 做这个啊 都露天的 李老远 啊 咱说了 哎 这个伟哥呀 晃悠悠的啊 伟哥多大岁呢 当时也就是 比他们大不多些 他们二十四 你看啊 这伟哥也就是二十七八岁 顶多了 也就是大四五岁 北京做地炮的啊 都是北京当地的 这伟哥一过来一瞅 哎呀 这不小雪吗 啊 这不糖尸吗 啊 两位妹妹 忙啥呢 啊 啊 李雪一瞅 哎呀 伟哥 你咋来了呢 啊 没啥事啊 这不露锅吗 我看两个妹妹吃啥呢 来我请客啊 糖尸一瞅 也知道这个男的啊 他也见过 老铁 你好伟哥 啊 哎呀 小诗诗几天不见 我跟你说 两千换炮了 哎呀 长得越来越漂亮了啊 而且他穿多打扮 以前可能穿的便宜的时候 都没看出来啥来 这回带他们 穿上好的时装 气质投降在一蹈蹬 这手不一样啊 哎呦我擦 这就把李伟 那个 那个 北哥一瞅 哎呦我擦 小闷啊 哼 啊 挺好 哎 来来来来来 我请客啊 这不嘛 老铁啊 他就把这个诗给请了 哎 你那边李雪讲话 是不用不用 啊 不用你请客啊 不用你 这个废话不多说啊 哎呀 讲话了啊 这个啊 在吃着饭 聊着天 伟哥的电话 就响了 这伟哥也瞅 哎 哎你好 啊 咋的 我兄弟也砍了 这当时李雪瞅瞅 咋的了 卫哥啊 唐氏也是一脸狐疑 说咋的了 卫哥啊 没事 妈的我一个兄弟 跟别人出去打仗去 他妈愿意给砍了 他啊 受伤五六个的 给医院住院的 旁边几个兄弟假话 因为孙伟带着几个小流氓 跟前的啊 小小老弟 咋的 卫哥啊 老虎让人砍了 让人砍了 妈住院了 哎呀 对了 哎 那个 他妈的住院费 说说得好几万呢 我这兜里边 他妈的也不 也不宽着 哎 那个李雪啊 你俩这个谁有钱 借我点啊 我这个明天就还 借钱 啊 这不落到点子上 这李雪一瞅 那个 美哥 那个 哎呀 这 这我这 我这 我兜里边 我卡里还有两千 你看你看 你看 啊 我兜里还有两千 你用不用啊 两千够不 他俩都设计好的了 这孙伟一瞅 两千 那不扯毒的你吗 五个人看病两千能够吗 那一人什么五千 五个人 这两万五到三万呢 啊 那五千 两千肯定不够 啊 哎 那谁那个 哎 妹子 你有没有钱 啊 唐诗啊 借我点 唐诗 唐诗瞅 啊 我 我啊 对 你借我点 啊 那个 这个 哎 这李雪也说 说你看 唐诗啊 你有没有 有借伟哥点 呗 这个啊 伟哥都认识 也不是不还 照应急 唐诗瞅 跟他们也不熟 就见过一面 唐诗一瞅 杜城不给他三万块钱吗 早上分手的时候 唐诗捂着包 瞅瞅 我 我 我一个学生 我哪有那些钱呢 伟哥 我 我 我没有那些钱 没有啊 没有啊 啊 那没有 我在想想别着 李雪一瞅 不是 唐诗啊 你 你下午回来的时候 啊 你那化妆 你拿包 看 你包里不好几万的吗 啊 孙伟哥啊 不是 妹子 你有啊 有你接我呗 我用用 我也不知不还 啊 你看咱也不知不认识 是不是 妹子 应个急 我兄弟被砍了 你要是帮伟哥干嘛 你说以后有啥事 你在背影这个阿子 谁他妈敢欺负你啊 你伟哥该说不说 他妈 我直接把他脸给他划划的 啊 还上学 上鸡毛学 上学 啊 哪个小姑娘要跟你俩灯喝的 你们学校的 你就自声 我把他脸给他划划的 唐师瞅瞅瞅 这 啊 那个 那我 那我找找吧 维哥 我我我看看吧 啊 哎 这不唐师 这不就 把包 哎 没招 知道吗 赶 赶牙子上 压赶到那了 就把包打开 打开 赤裸裸的 他那三达钱都没拆分 因为跟小成分开之后 他吃点东西可能就是 啊 花点零钱 这钱都没动 三达 啊 瞅瞅 那个我 我这就就就三万 那个维哥 孙伟一瞅 啊 够了 哎 三万 那个 哎呀 谢谢你妹子啊 你这么的汤匙 别的不说 欠条不给你打了啊 那个 回头 有啥事 啊 你自声 那个李选的有我电话 啊 该说不说 在学校这嘎子 就北影这嘎子 谁要是跟你俩 等个妹子 你以后就是我亲妹子 啊 然后 你就自声 啊 你维哥照着你 啊 那那那我走了 我兄弟还住院呢 这几个小老弟 瞅瞅 这得手了 啊 说美哥 那咱走吧 上医院吧 啊 呼啦的 来着也快 走着也快 他就走了 哎 等他们思维 他们走了 拿着钱扬长耳去了 这个 就这个 就像被抢了一样 明白吗 这个女的 唐诗的发懵的状态 钱就也拿走了 唐诗做这个 他失魂落魄的 因为他 我说 他不是个富裕家庭 三万块钱 对他来说 也是个挺大树的 挺心疼的 说白了 孙伟能还他吗 他能不知道 孙伟啥人吗 瞅瞅空空这包 再瞅瞅这个李雪 哎呀 防火 防盗 防闺蜜 他在这一点 他明白了 瞅这李雪 哎呀 李雪啊 那个 那个 玩的挺好啊 啊 李雪一瞅 咋的了 啊 姐 咋的了 我咋的了 什么玩 玩啥的 玩啥你自己心里明白 啊 设计我呀 啊 我跟你说啊 设计你 我设计你啥了 我咋的了 姐 你有话 你把话说明白 唐师 我咋的了 咋的了 我还用多说吗 啊 说话说的好 防火防盗 防闺蜜 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啊 行 我呀 再忍你两天 这两天啊 我就找房子 我就要出去了 我租房子出去了 但是我告诉你啊 谁也不知傻子 你记住了 啊 三万块钱 我不要了 他知道 他也要不回来啊 他说三万块钱 我不要了 但我告诉你啊 我就当他们喂狗了 啊 但是我告诉你 别拿这当傻逼 这也不是傻子 记住了啊 以后我出去租房子 也见不着你了 因为他俩不是一个班 也不是一个系列 说这话 唐师 人家背个小包 可能这一刻 他也想开了 花三万块钱呢 认识认识这个室友 而且呢 他也知道杜成身份 杜成跟他说了 就是包括中介这个 江丽星也告诉这个 这个唐师了 说杜成他爸是海南 那个一把手 他知道 所以杜成不差钱 他懂 说三万块钱 对杜成来说不算啥 啊 还能给他啊 说无所谓了 就认认认认就行了 这么唐师背着小包 拧屁大撒走了 往学校走了 留下这个李许 瞅瞅 这李许瞅瞅 这娘们 他们还反应过劲呢 总介 那不就辣皮条总介吗 李许讲话 李许拿着电话 就在他走后啊 这个 因为他从这个小世界到学校 还有一个过程 他没等到学校呢 这边的李许 就把电话 打给谁了 就打给这个孙伟 伟哥了 伟哥也走出去没多远 就接着李许的电话 孙伟讲话呢 哎 哎呀 伟哥 那个你走到哪了 啊 我刚到正门啊 你回来伟哥 那个啊 你回来吧 他走了 谁走 唐师走了 唐师走了 哎呀妈呀 我跟你说啊 伟哥 他好像反应过劲 反应过劲能咋的 透娘们 你待会过去啊 妹子 哎 好了哥 我还给那个摊呢啊 不搭一会儿 啊 五分钟吧 孙伟领的 当时齐不个流氓 就过来 啊 哎 一见面 这个李许一瞅 李哥 怎么样 我说的吧 他有钱吧 在李许王的一座 该说不说啊 李许啊 你这 消息挺灵通 哥呢 不能背你忙活啊 给你拿一万 哎 提点挺高啊 百分之三十啊 三万块钱 他从兜里面掏嘛 这都没动风 啪的掏出去 打子给李许儿了 啊 那李许儿也是为了这点好处 一是嫉妒心在做怪 二是呢 那他妈的 人家给提点了 这事可能都没少干 哎 一瞅一瞅一万块钱 李许儿一瞅 谢谢伟哥啊 啊 李许儿讲话 不是孙伟 走什么李伟 李伟 啊 孙伟 这伟哥孙伟瞅瞅 说 小雪儿 像这样子的这个 啊 小娘们 没事赶学校多盯着点 啊 你伟哥那亏待不了你 哎 对了 伟哥 你说这女的 你说这个唐师 他妈的 啊 他这个小骚伙 我跟你说 他挺不是个东西 咋的了 他发现了 他觉悟了 他刚才跟我一顿说 他说我设计他 发现就发现 发现他能咋的 啊 他一个老外地的 啊 到北京上学了 他能咋的 不是 哥 关键他说话挺气人的 他说啥了 他说呀 三万块钱不要了 啊 认清你们啥人了 就当猎狗了 你多那么气人 他还骂你一句 孙伟一听 怎么了 这娘们还骂我 对啊 原话吗 说就当猎狗了 猎哥 拿你当狗 孙伟一听 哎呀 行啊 他妈的 骂一句 骂一句 我没听着 得三万块钱 这你一万 我两个不挺好的吗 哎 孙伟讲话呢 哎呀 那个无所谓了 啊 骂就骂了 啊 不是 猎哥 我觉得吧 其实孙伟都无所谓 都觉得 就那么地的 但是这个娘们 李雪不是个东西 李雪讲话呢 喂 哥 我觉得咱整少了 你 嗯 少了不少吧 啊 他一个学生 哥 我跟你说了 你没注意啊 他换的那个包 那包 我跟你说 那LV的包 那包就值几万的 还有啊 他身上那个手机 那手机 你没看 那手机不都新款的吗 那手机都一万多 我跟你说啊 他肯定是帮大款的 跟那个老头子睡觉了 有钱 啊 这这这这 咱整少了 咱应该多要点 孙伟一听也是啊 啊 刚才我没注意啊 啊 这娘们 这这这这包里面 这拿三万 这指定是帮老头子的 我就合计 肯定帮哪个老头 大款的 美哥 咱们再整个点 孙伟一讲话呢 再整 那咋整啊 啊 刚整完 我给他叫回来 啊 咱再整个点 孙伟一听 也行啊 这人就这笔样 贪得无厌 你知道不 其实他们整完这个事 我跟你说 唐师都不会告独场 明白 哎 认了 但是 贪得无厌 孙伟一讲话呢 那基本你刚给他骗完 他还能回来来吗 那那 你们学校我也进不去 还有安保 还有啥的 大学不是随便进的 老提啊 这点你就知道 你们学校呢 我也进不去 还有安保 还有校警 这这能出来了吗 能我骗他出来 就能出来 那你给他骗他 啊 咱再整他点 那我打电话了 哥 我估计最后 这可能没到学校呢 打电话 啊 这不李雪拿电话 唐师吧 因为学校挺大 他得正经走一阵 唐师也瞅李雪 喂 啊 你还打电话干啥呀 啊 不是 那个师姐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误会啥呢 我误会啊 哪我当傻逼呢 我误会啊 啊 我是 我是胆子不大 但是啥事 我看不明白吗 你跟那个孙伟 你俩不就是一条裤子吗 不合伙吗 啊 挣我钱吗 三万块钱我不在乎 我下周就出租房子 我说了 花三万块钱 我认认你是啥人就行了 我就当喂狗了 不是 师姐 你是误会了 你伟哥不是欠钱不还的人 而且我跟你说 那个姐 我兜里面没有那些钱 我卡里面是有钱的 我这刚才你要是那啥的话 我都接伟哥了 你伟哥人挺好的 你不行 你你绝对是误会了 我误会了 啊 我误会了吗 你咋不误会 你回 你在哪呢 你回来 我把钱给你 不行 我上卡里面去酒去 啊 银行现在没下班呢 刚四点半 啊 银行五点下班 我上GTMG 给你酒去 啊 不就三万块钱吗 你别因为三万块钱 你误会咱姐妹这感情啊 咱大学也住好一年了 是不是 啊 你你给我 你回来 你回来 我上卡里酒去 我给你 啊 你别因为这个事 撒完两万的 你再把我这个李雪 看成啥人了 再说以伟哥 也不是不还 你当 我当我借的了 你回来把钱给你 这他妈说的挺真诚 这位这唐诗啊 毕竟设施未深呢 你听要还自己钱 没有理由不回去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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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会你了 你可不就误会了吗 嗯 你回来吧 我宰得干的呢 我还敢这小摊 都没走呢 你过来吧 过来找一起 上那个学校跟前 那个 那个自动期款机 我给你求了 这钱 那有可能我误会 我想多了 那你还敢这呢 我在这呢 那我回去 行行行 这话八灯一料 唐诗没想到 眼睛这些恶人的 又设计他了 这不背个小包了 唐诗还没等回去 叫转头又挑头回去了 这个时候李伟啊 瞅着李雪 孙伟瞅着李雪 怎么样 一会就来了 孙伟讲话了 干得好 我上旁边了啊 孙伟就躲旁边了 干得好 见过吗 唐诗拧搭着唐诗过 说呀 李雪 李雪说 哎呀 师姐 哎呀 咋的 我这 我刚才我误会你了 我说话可能严重了啊 可能我是小骗人 你可不误会了咋的 我是那样人吗 我跟你说 咋了大学几年了 你真误会我了 而且你伟哥不是那样人 你伟哥都回来了 一听这事 嗯 这时候 一白手 孙伟从后面领八九个流氓 就窜出来了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唐师妹子 啊 唐师一抬头 他就感觉点不对了 这李雪 当时啊 就不是好笑了 丑的啊 哎 对了 唐师啊 你不是说这个 当喂狗了吗 啊 伟哥这不来了吗 不是 伟哥 哎 伟哥你那朋友上医院啊 受伤怎么样了 这他们孙伟一瞅 唐师啊 你伟哥不就借你俩钱吗 也没把你砸地 对不对 而且啊 我都说了 不白借 你以后有啥事 再去叫你资生 哪个娘们小姑娘跟你装逼 我他妈把他脸花花的 他干什么艺术 拍什么电视剧 啊 不都当演员 当什么演员 我都跟你说了 你可倒好 啊 不领情不说 背后还骂我 说我是只狗 不是 伟哥 我我我没有那意思 我我 没啥意思啊 没意思啊 啊 再说了 你说你有钱 你给外面 你说你现在是这个大哥有钱的这帮啊 老头啥的 你说那他妈你花自己也花不了 你给你伟哥花点 你伟哥还保护你不挺好的吗 啊 你说你呀 真不止去 你这么点 来走 跟我上旁边唠唠 啊 不是 伟哥你干啥 哎哎哎 上去眼界 孙伟一摆手 孙伟的兄弟有几个就薅着这女的了 就薅着汤吃了 哎 有人说了 那旁边那么多大学生啥的 大学生看见这些社会人 那文龙画虎的谁敢管 啊 而且这孙伟跟那个啊 可能附近都有一号 那就还在去这个北友那一块 人经常跟他玩 哎 这有几个卖摊 就是卖 卖吃的 这都根本没敢管 孙伟耗着他 旁边有一个偏僻点的一个小胡同吧 啊 这大伙就耗着 汤吃讲话 救命 哎 救命 哎 但是干嘛不好使 直接把他就给耗到胡同里 耗到胡同里这么一撒手 啊 这唐氏当时抱着包 可以说挺无助 小姑娘啊 外地的 改背影在一块 被一帮流氓子跟同学 给整这个胡同里去了 抱着包啊 设施还微深 啊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 孙伟丑干啥啊 干啥 他妈的 我说了 拿点钱花啊 不是我没钱 我没钱 没啥钱你 他妈的 他神圣的死 去耗小程给他买的项链 你抱个戒指 屁啦啪啦就往下吼 啊 不是 你干啥呀 你们这是跟强杀区别 啊 那个 李雪 我告诉你啊 你这是犯法了 你们抢劫 你们 哎 碰 碰 碰 啪两个大嘴巴 啪啪 孙伟就给这个 哎 李伟给揍了 啊 孙伟给揍了 啊 就孙伟就把这个 哎 把这个汤匙给揍了 啪 啪两个大嘴巴 那啪 啪一打 这女的讲话 你们干啥呀 啊 你们讲啊 啊 上去兄弟上去 啪啦啪啦 卡卡 手机 什么包全他们给耗起来了 啊 里面巴巴就开始翻 啊 丁刚的一顿翻 可能里面就没有啥钱了 他可能有零这几百块钱 都翻去了 什么要饭花子 不想要收 全基本给收去了 啊 包都基本给耗下去了 啊 手上的项链 手表 他买块表 啥的万八千 全给宅仙拿下来 这两个嘴巴呀 因为孙伟打得比较狠 而且这个女的呢 谁呢 这个 唐诗吧 细皮粘肉 能看他打吧 打得挺狠 当时这个人 就脸就走了 知道不 眼睛这嘎眼角都走了 爬着走了 哭了吗 堵那嘎的 你们干啥呀 旁边兄弟翻翻包 梅哥 没啥钱呢 啊 没有啥钱呢 就一破手机 那外几个钱 顺微讲话呢 钱呢 啊 我没钱 梅哥 你们干啥 别打我了 没钱 你臭娘们 啪啪 又两个大嘴巴 哎呀 哥 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 你要多少钱 哎 四位炒炒 要多少钱呢 我拿十万 十万 他哪有十万 九九年 魏哥 我没有 你要是几千 我下去 生活为我给你 我让我妈给我 他妈的 别别话啊 你他妈要是不拿 一个小匕首就掏出来了 知道吗 直接就来到这个 啊 唐诗这个脸庞了 往这脸庞一放 信不信 不拿钱 脸给你画画的 哎 我我给 我给 我给哥 我给哥 你别打我了 哥 我求你了 唐诗讲话 你把我脸画画 我以后还找到啥了 说你别 我给 我给 这会有钱了 你说你贱不贱 好说好伤的 跟你说你不给 啊 钱呢 哥 我现在手上没有 我打电话 让朋友来送了几乎 朋友送啊 也行啊 男朋友啊 呃 要我朋友送 没问题 庞师讲话 不能再他妈 降了 再降害得哀嗦 哎 我得先想起 脱身之道啊 打电话吧 看看给谁打啊 我告诉你啊 你欠我钱啊 我跟你说 不给都不行 听明白 我知道了 这合计来合计去 给谁打呀 给杜成打吧 就这么的 啊 他也没谁找的 可以说挺可怜的 这汤匙啊 因为家里面 北京一个亲戚没有 这不就想起杜成了吗 刚跟杜成好 他有点不好意思 这女的还多少 有点自尊心 那这个呢杜成干啥呢 跟大智 啊 还有宝哥 他们一帮给这个智哥家呀 哎 打扶子呢 今天没打挖架 等他妈做一扶子呢 这杜成拿起电话 啊 就接了 喂 啊 哪位啊 那个 成哥 谁呀 我 汤匙 一马 宝贝啊 这刚分开 这上午分开的 这咋想我了 啊 成哥 你在哪里 听这动静不对了啊 因为杜成特别喜欢的 刚认识吗 那日子就还没过去呢 所以 你在哪呢 早点来 那个 成哥 不行 你那个 你有钱没 借我点 我不早上 刚给你拿三万个钱吗 啊 你这干啥呀 用钱呢 杜成那不差的事吗 不得问问吗 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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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着点事 成哥 你有没有 你借我点 我还你 咱俩还不还呢 不是你这 咋回事 你干哪呢 啊 就这种劲 眼睛这人一看啊 这个孙伟一看 你磨磨叽叽 也说不来啥玩意 孙伟一把把电话就好 哎 哎 杜成一听一个拿的事 啊 哎 你谁啊 那个 哥们 你是这个 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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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氏啥人呢 不是你谁啊 你啊 不是我 我问你 你是这个唐氏啥人 我唐氏对象啊 啊 他对象啊 听东西不大 哥们 我跟你说啊 唐氏欠我十万块钱啊 说这个 你给啊 那你 咋的你有钱吗 你给送过来 咋的 东城一听怎么的 唐氏欠你十万块钱 不你谁呀 因为啥欠的你呀 哥们 你别急把管 因为啥了 他一直欠啊 早就欠了 他欠多长时间了 一直都没给啊 那个 我找到他了 他他他他说的没有钱 然后呢 说说你有吗 你是他朋友 你是他 你给拿不拿 杜城一听 就知道出事了啊 杜城不到找个事 有点懵啊 但杜城 因为这个 杜城咱们讲的 九九年 快年末了 杜城也比较成熟 不像以前那种 贼冲动型的啊 其实人随着这个 咱们讲的故事 他这个心智 啥都是比较全的 这时候杜城不像刚开始 咱们讲那头清了 杜城一听 这大致跟宝哥 因为他刚认的 马就有这些烂造事吧 他不想让别人听 就听着不好听 就是不好听 咽笑啊 杜城第一个感觉 是不是像谁设计的 他我刚认的 娘们长 人家这是设计我啊 就有点这感觉 你明白不 杜城就起身了 杜城讲话 心思难道 心思我有钱 你妈的整别的男的 想设计我啊 知道我有钱 就这个想法 起身来到外面 哥们啊 咋个事啊 你这细说的 不是 不细说不废话 我告诉你啊 他欠我十万块钱 你给不给 你要给的话 你过来 你要不给的话 我跟你说啊 我他妈还得收拾他 不是哥们 钱好说啊 不就十万块钱吗 我给 我说他男朋友 钱肯定不差你 你在哪里 咱见一遍 在哪里 这个 北影 那个后面有一个小吃摊 小吃摊 旁边有个咖啡厅 叫美眉咖啡厅 知道不 美眉咖啡厅 我不知道 我大概我能找着 你来吧 美眉咖啡厅 我在这咖子呢 他欠我钱 到这咖子 咱见面说吧 你把钱带着 行行行 哥们 钱不能差你的 你放心吧 那你等着吧 好嘞 杜成门电话一溜 杜成讲话有啥事 得去看看去 那肯定得去 杜成就进入了 大致还问 杜成啊 咋的呢 没事 那个 陶翔啊 江星 你俩给我出去一趟 心里大老黑 也感觉有点不对了 说 诚哥 用不用我们去 咋的呢 没事没事 你们不用去 因为杜成不想让太多人 知道这个事 他就感觉这个事 不是什么好事 没有我说的意思 而且这个女的说 欠什么谁钱啥的 就感觉挺磕 人的事啊 不一定咋回事 所以他没带更多的兄弟 这么带上他俩 说我出去一趟啊 一会就回来 上车 嗓人一上车 陶翔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不知道杜成接了谁电话啊 一上车 这杜成啊 就紧着抽烟 陶翔开着车嘛 江星在副驾驶 小城在后面 小城突然来一句 陶翔啊 车往哪开呢 上哪啊 上北影 后面有个什么小吃鸡 哎 陶翔 这个叫唐诗的 他是那个江丽星的妹妹吗 是他孤家妹妹吗 小城对这女的背景就有点 明妹妹怀疑了 陶翔开车 一听 咋的上车 不是 我就问你 你跟江丽星处理不错 那是他妹妹吗 啊 陶翔我都咋回事 心心 不敢撒谎啊 说陈翔 那是不是他妹妹 你还不清楚吗 你也不是看不明白 你问我 这就更加确定杜翔猜测了 说这娘们啊 肯定不是江丽星的这个妹妹 哎 说这女的妈大点啥人呢 这女的咋在这儿画糊的 后面讲话 咋在那儿成哥 没事没事 走吧 上那边有一个 那个北影后校 那个有一个咖啡厅 叫美眉咖啡厅 往那去 这边啊 杜翔怀着一切的问号 他得见到唐诗 他也不到唐诗 我都不知道 就往那去 这边呢 人家这个孙伟 领着这个李雪 还有这帮修的 把这个当时啊 属于这个唐诗 就给就就就算 给软禁起来了呗 走不了 走走你啊 哎 围着他 唐诗啊 一会儿来的谁呀 对象啊 唐诗都吓了 是他发抖挨打了 说 那是 是我朋友 你朋友啊 你朋友干啥的 有钱没有啊 能不能送钱来呀 那个 能他有钱 没问题 你看 这多好啊 你说你整个钱 这帮人拿的都有钱 他玩了两天 他就够了 就不给你钱了 就这根本件 你说你不搁的 基本上这个事 你不多给他点 拿就要点钱 是不是 搁花点 然后搁保护 你不挺好的吗 啊 说啥 反正一堂十几点头 对 是 是 也就在这时候 啊 杜城的车 这个人 逃墙就到了 哎 城哥 就在咖啡厅 是吧 啊 妹妹 杜城说 应该是 停下吧 因为杜城 那是大分尺啊 车往蒙手一停 逃墙啊 跟江星下去 江星下去 把杜城的门 车门就开了 城哥从车上下来 这时候 屋里面的 这个堂丝 隔着玻璃 落地玻璃门 看真俩 一瞅 表情就变化了 这是屋里面 老铁啊 这些兄弟 看见来个大奔驰 哎 美哥 来个大奔 那孙伟瞅瞅 是这车吧 唐司机瞅 是 行啊 整个开大奔的 哎 说着话 杜城推门就进来了 杜城网屋一进 咱说不说啊 杜城穿着打扮 这个那也可以 都一身牌子 但是杜城 没有黑黑黑大哥的气质 毕竟岁是小嘛 也他妈三十不到的啊 在99年29 对面人孙伟可是挺老练 跟他搬来搬 孙伟也是289岁 但孙伟啊 一瞅就挺善吻 孙伟的兄弟都在旁边呢 杜城他们嗓 一进屋 一两晚就看见唐师 这个脸就不对了 那脸被打得红了 腫了 一进屋 再瞅着这些流氓的 杜城好像多少 明白点 一进屋 并没动手 杜城我们那一瞅 说唐师啊 咋个事啊 你欠他们钱的 唐师当着这个孙伟的面啊 不敢说 明白没 已经被孙伟打怕了 唐师低脑瓜子还挺 挺羞造 瞅着杜城 杜城讲话 有啥事你就说 欠你真欠点钱呢 真欠点钱咱给 咋个事啊 你这脸咋的了 谁给你打了 唐师一听着话 唐师呼呼就哭上来 也不支声 孙伟一瞅 哎 哥们 坐坐坐 坐坐坐 坐着 坐坐坐 坐坐坐 赌成仇二的 坐在宝 大事啊 赌谈 哥们 那个刚才你打电话吧 你接的吧 赌成一瞅 对啊 那个那你是他对象吗 赌成仇的 对 他欠我十万块钱 你看你还单是咋的 都成仇了 哥们 欠贷还钱天经地义 他真要是欠你钱 别说十万了一百万我都可以给 但你把人打这样 是你打的啊 孙伟丑 他欠我十万块钱很久了不还 我打的老家能打的啊 你还不还到底 你贷不贷钱呢你啊 这人都成仇仇 逃强已经做准备了 拳头一转 你妈只要撑着一句话我就开干 这里面还有不少学生的啊 就是喝奶茶的什么食品经理 都有他那个店挺大 大学大学嘛 逃强将心都准备好了 就准备成哥讲话说话说干就干的 但渡成这次啊挺特殊 成哥瞅瞅他 又瞅瞅旁边的这个 唐思 唐思啊你真的欠他十万块钱吗 唐思抽 成哥 我 你别害怕我宰在干你怕啥的 啊 他是瞅瞅这个孙伟 就他不敢说你知道吗 因为杜成来仨人 他他哪知道杜成手下保镖 他把一滴十 他不敢说 哎反正就是挺急的 让杜成也急过去 但杜成从他的表情能看出差不多了 行了别吞声 哥们 现在还钱天经地义 你打人肯定是不对 哥们知道不 咋的呀 你是不想玩的 是咋的呀 你要觉得行的话你报警 你看看警察管不管 我不催牛逼在海淀区你可以问一问 我静松我叫孙伟 哥们 行 你这么的哥们 你打的人吗 我打的人咋的 不打人 打人肯定不对 你这么的哥们 我这手中钱呢 也没带足 我打个电话 我让朋友把钱送来 不是 你打点呆没带钱 你他妈 我打个电话 把朋友叫我 让朋友还 行吗 我这手里边就两万来块钱 那你拿走啊 打电话吧 别扯没用的啊 我跟你说了 你打电话报警都没有 该海淀区不出牛逼 阿子来都不敢抓我 行 有人说杜成怎么不让小成 不让 不让陶强跟 跟这个 这个胡伟干他呢 杜成第一看对面十来个人 而且他领个女的 这俩小子到干他这个十个的问题不大 但你知道人能不能掏出枪了呀 人这逼老可挺狂的呀 真掏出枪了呢 那就不好说了十个人 对不对 而且他身边还有女的 还有杜成自己本人 人数也不占优势 杜成把电话就拨出去 当他面拨 说那个 谁啊 啊 广哥 谁啊 打给崔志广了 丰台的大哥崔志广 广哥 啊 广哥就接了 哎 啊 诚哥 那个 这样啊 我在这个北影这个学校后门里 嗯 我出过对象 我对象欠了十万块钱 这不往来帮人把对象这个 给整着了呀 让我拿钱 我这也没有 我没带够啊 你看你送了点啊 送十万呢 能过来不 他崔志广一听 我擦他一下就听明白了 他妈把成哥对象给整着去了 而且他们还没有 还成哥讲话 没有钱 他送去 啊 成哥 咋的 我带兄弟过去呗 对 来吧 啊 就在这个北影后面 咖啡厅里 行 等着 晚二分钟就到 废话不多说 杜成当了他的面 打出去之后 这小的多多少少 也感觉有点不对 瞅瞅他 不是你打电话 你叫谁来的 送钱不 送钱 你别着急 啊 我哥们一会钱就到了 啊 来的话 十万块钱一分不差 给你拿 啊